DSE 2021 ICT P1A MC第首一题 这题去年有52%的学生答对 这题其实是问DBMSDatabase 入Data那张form Data Entry Form 即是问用form入Data究竟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不用那张表格入 你可以用一个spreadsheet去入都可以 那究竟做一张form有什么优势呢 好 我们再看1 减少input error 即是减低输入的错误 明显对 因为你设定了一张form 基本上你进入Data 入每一个field的时候 你都可以设定一些所谓validation measures 例如查名字是不是真的进入文字进去 就是不可以让它进入Numeric的Data 这些我们叫做例如format check 又或者这个游记的zip code只能够入数字 又不可以入字母 这些基本上都是可以做一些 那些叫validation control 入Data的时候少些错 得出来的Database那些Data 又会准确些 又不会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出来 第二 会否执行execute SQL command 的时候会快些 省些时间 答案是不会的 基本上无关系 因为执行SQL command的速度 或者时间要多少 视乎你的Data的量多不多 和你的program写得有效率 这个和你如何进入Data 基本上是无关系的 好 三 存在空间会少了 这个看起来都不太相似 不太合理 因为你起码都多张form 而你用form入Data 或者你用spreadsheet入Data Data的格式基本上都是fixed的 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设计Table的时候 已经defined了每一个field type field length 那个需要的存在空间 不会变多或变少了 所以就只要A One only